各位兄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到从创造到新创造的第27讲 《跟耶稣学决责,居住地与侍奉》 究竟大家当决定要住在一个地方 或者当你要决定做不做侍奉 究竟你用什么来衡量 或者用什么来最后做那个决定的主要因素呢? 由我们今天从耶稣去选祂住的地方 以及祂侍奉的可以说是大本营 来学习一下耶稣是怎样选择的 《马拉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这样说 它说若汉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当你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 可能你以前看的时候 我都很熟悉 知道耶稣知道约翰被监禁之后 然后去了加利利 但你以前看圣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问过 为什么去加利利呢? 有没有问过? 如果有时候你看某些版本的圣经 当他讲到某一段经文的时候 他在那段譬如有些分题 他下面会写 如果有其他书卷都有记载 或者其他书卷都有记载 他会写给你 而当你看马可书卷这段的时候 他会记载给你听 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这段时跡 如果你看马太书卷的时候 他会有多些资料让我们知道的原因 马太和路加上4章12节说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利去 但你一看到这一节 我特意在这里退到 用蓝色来显示 就是当你看这节圣经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这里说 耶稣听到约翰被人捉了 就退到加利利去 那些牧者就说 有些人觉得耶稣是害怕的 所以就退 因为可能一说退到 大家对这个字可能容易想到负面 比如说不进就责退 或者说退步 或者说撤退 可能你会想到负面 但是耶稣是不是真的害怕 然后要去到加利利呢 我给你看看一幅地图 这幅地图就显示了 现在蓝色那里 右下角就是马卡拉斯 其实就是约翰被人监禁的地方 大家看到在这里 而如果你看路加福音 你就知道耶稣当时 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接着他就北上 就去了加利利 如果在原文 退这个字 就叫做 在希腊文的读法 就叫做 这个字 原来也有不同的意思 在蓝色那里就是withdrew 即是withdraw 即是退出 或者在上面 橙色那里就是left 红色 是离开 或者是return 原来不一定有负面的意思 之外 究竟耶稣是否真的害怕 然后退出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马太福音4章13节说 后来离开拿撒勒 往加白龙去 住在那里 耶稣选择他住的地方 这里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 耶稣住在那里 然后在那里 有其他侍奉 为什么耶稣选择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轮磨 拿斧塔利地区 你说耶稣挺懂得选择 选择一些靠海的地方来住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在不同地方 靠海的地方 有海景 也是特别贵 究竟耶稣是否这样的原因而选择呢 但是当你看这次圣经的时候 我相信马太福音4章13节 很多人都看过 但你有没有留意 那里特别说到西部轮和拿斧塔利呢 以前当我初中开始信耶稣的时候 很长的时间 但其实看圣经也是 一来可能水过阿贝 二来看得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的人 又不理 又不会去问 又不会去找资料 然后去到很多人名 地方名 好像那些 凤子就不看了 很多时候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但我真的有一个认信 就是在圣经里面 是没有废话的 如果几个福音书都有记载 第一肯定很重要很重要 第二就是上帝给他们有不同的资料 让我们更加立体了解那件事 一定有上帝的心意 这里特意告诉你 或者马太特意让他的读者 一定要他们想起西部轮和拿斧塔利 西部轮究竟是什么地方 拿斧塔利又是什么地方 如果你找回耶稣时代的地图 巴勒斯坦地方 你找云 你可以之后慢慢再看 你找云耶稣时代巴勒斯坦地 是找不到西部轮和拿斧塔利的 但是你会找到什么呢 你会找到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蓝色圈 你会找到拿撒纳地区 你会找到加伯隆 那你说怎么知道西部轮和拿斧塔利 你要再找早点的地图 找到什么时候呢 找到以色列 当他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 你就要找他的分布图 你就找到了西部轮 然后你会找到拿斧塔利 然后加伯隆 你必须留意一下地方 即是那个位置 原来加伯隆就在拿斧塔利 其实 其实刚才说的 那个拿撒纳 就是在西部轮的地方 那为什么故意说多一次呢? 就是马太很想他们想回 就是说当日 旧约圣经讲这些地方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继续看下去 马太方四章十四节 我这样说 这事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哦 原来耶稣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曾经讲过的说话 那是什么? 就是要听上帝的话 因为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 原来一早已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已经讲了有一天 有一天耶稣要去到那个地方 你说真的吗? 继续看下去 四章十五节 他说 西部轮地拿斧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若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原来这个沿海的路 他们一讲的时候 就会知道那条叫做马里斯公路 他们叫做大海之路 其实这条路就源自大马式 一路通道到埃及 然后中间就会横越加利利 所以这条路是很重要的 在当时已经很重要 去到耶稣的时代更加重要 稍后我们会认识更多 耶稣选择住在那里 原来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但当你看的时候 除了你没有留意西部轮地 没有留意拿斧塔利 你还会不会没有留意到这三个字 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你一直在想加利利 那不就很熟悉 加利利海边 加利利地 但他竟然说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原来当你看到《列王记》上9章11节 他就知道 原来当时加利利已经成为了二族混居的地方 原来当时所罗门曾经把加利利的二十座城市 是送给外邦的希兰王 所以原来当时真是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还有十六节节我们知道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任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为什么说黑暗? 刚才我说了一点点 就是原来在西元前733年 亚述大军入侵以色列的时候 就是来到这里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刚才那两个地方 所以当马太很想想起以前的背景的时候 就想起很多黑暗的时候 就是当亚述王大军一侵略的时候 原来首当其冲就是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个地区 所以就说当时在很黑暗的里面 百姓见到大光 当马太这样说到这个事迹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想起以赛亚书 这样去描述当时的情况 以赛亚书9章4节 他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压和肩头上的杖 并欺压者的棍 有棍有杖 是攻击他们 但他说 你都已经截断如同在米丁的日子一般 即是回忆以前的黑暗日子 就是有重压就是肩头上的杖 然后还有欺压者的棍去打他们 但有人来到竟然可以截断他们的棍和杖 然后9章5节继续说 他说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蛤子 以及滚在血中的衣服 这都是描述当时打仗的情况 血流成河 血滚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当作柴火燃烧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原来9章6节是我们很熟悉的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 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 可能很多时候圣诞节都是读这段经文 但你很多时候忽略了前面 原来描述着很悲惨的情况 原来描述着一些地方 9章7节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姚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原来这里描述着一个人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会加增 然后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公平公义 他说的是谁? 就是说耶稣 所以当马太描述完刚才那件事情 让他们必定会想起以赛亚书这段记载的时候 接着他就做了一个小结 4章17节 他说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 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原来当马太想那些人想过 那么悲惨、那么黑暗的时候 原来接着就说到交代耶稣的出现 耶稣传起道来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就马上想 天国什么时候来呢? 是否近了? 怎样悔改呢? 但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 而这些细节是极度重要的 刚才说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牢 便退到加利利去 你有没有尝试了解过 究竟耶稣退去的地方是怎样的? 如果对祂的侍奉是容易了? 还是难了? 是否真是害怕 所以找一片沿海的 有海景的地方住呢? 的确是 耶稣在加利利做了很多工作 你可以说有些书 根本是耶稣侍奉的那几年的大本营 因为祂做了很多事情 你会看到耶稣行很多的神迹 水便走 平静风浪 一切都在加利利那里发生 而加利利很重要的是 加利利不单止 刚才我说在以赛阿书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商的地方 贸易的地方 到了耶稣时期 在罗马管系的时候 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加利利是有商贸的地方 接触到很多外邦人 但那时候加利利是一个极度不愉快的地方 为什么呢? 原来加利利是政治动荡 是一个不愉快的区域 有些书说明 加利利是一个政治不和谐 有时候会发生革命 有些革命分子会游说 招揽人去搞革命 为什么我们知道 《约瑟夫生平》 有本书可以看到很多重点 很多时候你听牧师说到 都会说到 《约瑟夫》那些什么 你说为什么这么重要? 《约瑟夫》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 第一世纪 他是37年出生 主后37年出生 然后到18年才离开世界 所以他很明白第一世纪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很值得参考 而去到约瑟夫的时代 其实在罗马的政局里面 即在管轄上帝选民的地方 以色列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动荡 在加利利的地方都很严重 根据资料 若瑟夫提供 他说当时有三大政党 是三大政党 其中有两个 是由两班代表人组成的 第一个是由卡佩路斯 卡佩路斯为首的贵族组成的 我想问贵族 你猜他会支持罗马政府 还是支持人民 贵族是支持当时的罗马政府 另一个是由皮斯特斯的儿子 尤斯都所为首的一个政党 他们计划什么呢? 就是夺取政权 等待时机和罗马人决裂 所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紧张 而且罗马政府常常处理着 这些棘手的叛乱 所以罗马政府是看得很紧的 还有 刚才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当时我们也知道 所罗门王曾经将二十个城送给外邦王 那时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原来到耶稣的时期 加利利地都是很多外邦人 虽然加利利仍然有犹太人文化特色的地方 但你可以说那时已经变成一个殖民地的地方 原来有文献说 主前164年 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口已经开始稀少 而在耶稣的时代 更加混合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周边的地区很多时候重商 重商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人人来人往 有些人可能住在那里 加上马加比占领时期 也引入了很多殖民地的居民 所以有很多外邦人 你说圣经是多准确去做预言 或者去交代将来的事情 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可以说是政治动荡 市民被恶势力压逼 充满不公不宜 我再说多一次 大家看看在什么地方类似这些描述 政治动荡 市民被恶势力压逼 充满不公不宜 似不似某些弟兄姊妹所居住的地方 似不似 当你身处这样的地方的时候 当耶稣去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 当耶稣住在那里的时候 当耶稣一直在那里做工 一直在侍奉的时候 然后受到越来越升级的压迫的时候 当耶稣做了什么呢?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原来基督徒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 也不是如果 我们是基督徒 原来我们应该做的是 去让人去悔改 去传叫人悔改的信息 让人知道天国近了 你说很多事情不用做吗? 因为我们基于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那里说什么? 祂的政权和平安必加憎无穷 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相信这个尼赛亚 耶稣制尼赛亚的时候 祂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由耶稣基督去做 祂的政权和平安必加憎无穷 祂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祂的国 耶稣有一天会治理祂的国 以公平、公义、洗国、坚定和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里一直所指的是我们认识 那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 这里最后他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就是上帝 是很热心去成就这件事 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又有什么要害怕? 我们有什么要担心? 我们说基督徒是否要按照这个重要的大原则去做 让人知道什么是天国近了 让人知道是悔改的时候 或者还有一些细节 是我们之前看这段经文所忽略的 这里说到马太分四章十三节 他说后离开了拿撒纳往加白龙去 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沦和拿弗塔利地区 耶稣真的退 是不是真的害怕? 耶稣退到拿撒纳 是不是更舒服? 你说拿撒纳是自己的地方 应该好些吧? 你看一幅地图 拿撒纳在这里 之前说在耶路撒纳 北上再上 上到拿撒纳 拿撒纳遇到什么情况? 他要离开 为什么最终他会在加白龙 说住在那里? 为什么上到这里? 我们看看拿撒纳当时发生什么事 在路加福音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多看几卷的福音书 去看同一件事 你会明白了解多很多 路加福音4章16节说 耶稣来到拿撒纳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素尝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耶稣回到拿撒纳 然后去到他长大的地方 接着就开始 有人在圣经说 递了书卷给他 然后他读以差书的一段话 其中是这样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级贫穷的人 插显我报告秘老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纳人的欺验 原来当耶稣去到这个充满着政治动荡的环境 市民是被迫害的时候 耶稣去说祂工作的使命 其中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各位基督徒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耶稣很想我们做 很想效法祂做的事情 当耶稣跟他们说了这番话之后 然后再说了一些东西 接着耶稣受到极不礼貌的对待 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他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说话都怒气填空很生气 就起来要赶走祂 原来耶稣被人赶走 他们的成座在山上 他们带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 哇 多危险 如果我们现在去到圣地有一个叫跳崖山 他们就说相传说这段经文所发生的 耶稣在山崖被人赶上然后想推祂下山 耶稣原来不是因为害怕而找到更舒服的地方 当祂退到拿撒勒的时候 原来要面对被人推下山 哇 你说多危险啊 有牧师也说我们现在说到 已经肯定没有耶稣那么危险了 耶稣说要面对被人推下山这个危险 好了 最后 差不多来到最后 想说多一点 关于耶稣究竟是否因为害怕而要退 再让你们看一幅地图 这里就是刚才说的耶路撒冷 我相信大家现在对圣地的地图 应该熟悉了很多的方位 刚才记得约翰在哪里被人监禁? 在右下角 右下角这地方叫比利亚地区 这是马卡拉斯 刚才说耶稣要上去 上到加利利 但我给你们看一个大的区域 你留意一下加利利 加利利整个大的区域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什么颜色? 啡啡的颜色 啡啡的颜色 你在地图上 是希律安提帕所管制的 原来要捉施浸若翰的人 就是希律安提帕 也是捉在下监之后 当然之后的事情发生了 但施浸若翰也是被人斩首 然后离开了世界 你想想 如果耶稣真的逃避 这个所谓的希律安提帕 他也不会回到他管制的地方 所以整件事让我们知道 耶稣要去到加利利 目的就是听上帝的说话 所以耶稣如何选择 他的侍奉或者居住的地方 就是听上帝的说话 今天来到最后反思的时候 你又如何选择你的居住地 现在可能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都在想移民 我最近也听到很多人 都有牧者 无论在香港或者在温哥华 或者在美国 我一会告诉你 有些例子 但当大家要去想的时候 如何选择你居住的地方 如何选择你侍奉的地方 如何选择你侍奉的岗位 有多少是跟上帝有关呢 我以上所说的可能是 耶稣当然是伟大 明知山有苦 他当然是偏向苦山行 因为他要听上帝话 我们基督徒也要听上帝话 他是神的儿子 他英勇很多 但上帝想我们这群基督徒 祈祷说我们是他的儿子 他的子女 他对我们有什么心意 我很喜欢这节经文 《以忽所书》二章十节 他说我们 这里不是说耶稣 这里不是说我们所信徒 我们是他所做之物 肯定是 我们是受造之物 是他所做的 是基督耶稣女创造的 为要使我们行善 他很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行善 当然了 你也不会觉得基督徒可以行恶吧 行善 为要使我们行善 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 你相信上帝在你的身上 其实是有心意的 他有些事很想你能做到 而他一早很想你做 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 是很想我们一路去发掘 去寻找他的心意 如果你看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译法 如果你看下面英文NIV那里 它说是handiwork NIV就是handiwork 然后NASB就是workmanship 如果你想这两个字 什么是handiwork 什么是workmanship 就是说到什么 就是说到上帝一件的艺术品 一件由上帝亲手所做的handiwork 好像用亲手去做 好像当日图造阿当那样 然后还有一个workmanship 就是说好像要雕刻出来 大家看自己 你觉不觉得你是上帝的艺术品 或者你现在在做的事奉 或者你现在在做的事 究竟是否在上帝预备你做的事情 在上个月当我进修神学的时候 老师让我们一班神学生 用一个方法去反思我们 侍奉我们的信仰人生 有一个学者叫Robert Clinton 他说到原来我们人生有六个成长阶段 大家看看你在哪个成长阶段 他说第一个就是上帝主权的奠基期 什么意思? 什么是上帝主权的奠基期? 就是我们人一开始出生 其实就是上帝已经开始在你身上来做工 其实上帝把你在哪个地方出生 其实已经是想你将来关心什么人 可能你在贫穷的地方出生 像耶稣那样 就是去关心一些贫穷的人 或者你受什么的训练 就是你将来要去做什么事情 而去到第二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生命 你的内在的生命成长是如何来被建立 然后慢慢就是你开始第三阶段 就是会参与一些侍奉 当你侍奉成熟的时候 你慢慢跟上帝和人的关系 越来越加深的时候 你开始你的生命更加成熟 而去到第五个阶段 就是你开始将不同的工作的经验 侍奉的经验或者你的恩赐 然后去回合 到最后 这个未必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说你一个afterglow 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承传下去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这六个阶段的时候 究竟你是一个什么阶段 究竟你是一个什么阶段 我最近很喜欢看 关于中国的女排 就是打排球 其实以前也喜欢排球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读书有体育堂 我也是选择排球来收 一直都喜欢留意排球的新闻 特别喜欢看中国的女排 男排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说关于中国的女排 如何去到最兴盛 如何去滑落 如何去上升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教练 当朗平执教练的时候 开始给了很多意见 然后鼓励到他们 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 我们最大的教练是谁 其实就是耶稣 就是上帝 就是他安排了我们成长的场景 然后让我们一路熟灵生命 我们人一路成长的时候 我们慢慢去到不同的阶段 当我们去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很多我们成熟的基督徒 开始会担任侍奉 但是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时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 好像没有什么进步 为什么我们的侍奉 好像停滞不前 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 当神学院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他说原来上帝其实很想去训练我们 我们某一些性格 我们的人生一路突破不了 就是有我们某一些自己性格的规限限着我们 当你去到某些位置 和你的性格触碰的时候 你不愿意改变 你不愿意突破的时候 那你就不开心 不开心的时候又走 可能离开了A教会 或者你去侍奉 其实上帝很想我们任何信徒 不一定是牧者的 很想你透过侍奉去成长 但是可能你心里 某些性格上帝很想你刁夺 你记得吗? Craftmanship Handywork 一直刁夺你更加好 但问题是你去到这个侍奉崗位 你一不喜欢就说 我不喜欢 我不做了 然后我去其他地方 我试试 然后又是这样 你发觉有些人 他去到哪里都说那些人 他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或者他觉得越来越强化自己 我自己以为我是这样的 我有坚持 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说什么 但是 是否真是道道的人都不好 还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善呢 在这个理论里让我们知道 原来当我们愿意改善 你的生命被上帝刁夺的时候 你有机会可以突破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女排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一个好的教练 就是如果教练想教你的时候 如果你坚持 你会有机会进步 其中一个国家队的成员叫姚迪 说到他一直都学派 很快小学的时候已经一米六八了 比我高了 小学已经很顺利进去正式训练 他说到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每天都是这样哭 很不开心 因为训练很辛苦 你准备去国家队当然是辛苦 哭哭哭哭哭 他的家人和教练哄他 你多捱一个星期 多捱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结果捱完一个星期 然后捱了一个月 接着就适应了 接受了训练 然后就有今天这么精彩的人生 我马上想起 当我们一路可能面对着不同困境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是想我们有一个操练 但当你肯捱下去的时候 你有机会就看到上帝在前面的精彩 所以有时就是很多人只见到别人精彩 为什么我不精彩 我都很努力 我都受很多苦 但是如果你没有靠着上帝来改变的时候 你一路提升不了自己 你一路让上帝不能够模糟到更加精彩的你 更像艺术品的你 再问多大家一次 你又是怎样选择你的居住地 又是怎样选择你的侍奉崗位呢? 在这个抉择的时候 就上帝佔多重的位置呢? 刚才我说有一些是在温哥华移居到香港的 在五六年前 那时候有个弟兄 他本身在温哥华定居 然后在温哥华有生意 刚刚在香港他认识了我 他跟我聊天 他说我现在想着 为了我的小朋友 为了我的信仰 我要回到香港 但竟然我听到 我眼睛这么小 我那一刻都打大了眼睛 他说为了小朋友 他说为了小朋友 仍然保留着中文 仍然保留着中国的文化 他说为了侍奉 因为上帝要呼召他 然后回到香港读神学做传道人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真的回到香港 然后结束了温哥华这边的生意 回到香港 现在已经神学毕业 现在已经在做第二还是第三年的传道人 他跟香港的一班年轻人同行 在上几个月我收到一个消息 9月的时候 在温哥华 一个机构侍奉的一个姐妹 她跟我说 我下个星期走了 我说去哪里 她说我回香港 我回香港做侍奉 我回香港定居 我回香港做扶贫的工作 结果她现在在香港 各位兄姐妹 刚才那两个家庭 当他们要决定住在哪里 当他们要决定怎么侍奉的时候 他决定的比重 有很多很多是关上帝的事 究竟你有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肚告 如果你没有肚告 如果上帝没有让你离开的感动 你也要走的话 会不会你不是很想听那个教练的说话 会不会你骨子里觉得 我的决定比上帝带领我的决定更好呢? 所以你就不听上帝 或者不用问上帝 最后 很想给大家一个方法 怎样可以更清楚 什么是上帝的心意 面对到什么呢? 如果要更看清楚上帝的心意 如果大家是有伴侣的话 很想你也可以和你的伴侣一起去谈谈 我和太太在所有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要决定移居去另一个地方 来也好去也好 在哪一间教会侍奉也好 我们也要有一个坚持 要一起祈祷 要一起同感而一灵 什么意思? 即是同样有那个感动 因为有时可能是男的很想做 有时可能是女的很想做 但如果在这么大的决定 还要牵涉子女 牵涉整个家庭 牵涉你未来日子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个人去感动 所谓感动的时候 会不会对你的关系未必好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都是移居了之后 然后两夫妇的关系变得很差 因为可能大家之后会容易埋怨 就是说是你说要来的 我都说了不来的了 如果上帝把你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配合一起祈祷 一起有上帝的感动 纵使有其他人说服你 哎呀这个好啊 很需要你啊 这个侍奉的崗位是很适合你的 那你可以回应就是说 如果真的上帝要差遣我的话 上帝一定可以很容易地 就感动了我的太太 是不是? 因为上帝如果要感动一个人 用什么呢? 所以如果有一个最清晰的指引就是 感动到你 感动到你太太 如果你同感一灵都平安的时候 那你就真的可能 那才是将信仰 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最后这段经文 我们做今天的结束 高龙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 他说 你们所受的考验 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 神是信实的 祂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 在受考验的时候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能忍受得了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考验? 祂想训练你 因为说明训练是辛苦 你入国家队不会很舒服的 当辛苦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神是信实的? 当辛苦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 神不会给你一样的任务 是你无法承受的? 当你受考验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 祂总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 你留意圣经 是上帝做主为你开一条出路 不是你做主为自己开一条出路 是吧?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会为自己开一条出路 但是如果你一开了一条出路 你一走到一条出路的时候 你可能会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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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到其他的弟兄姊妹 当他侍奉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一样是应用这一段经文 就是上帝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就是上帝想练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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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当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每个地方都很分云 你去每个地方你看看当地的报纸 泰国也好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北美也好 香港也好 你一样都会见到加利利的情况 耶稣当日加利利的情况 很多的政党有骂政府 有支持政府 很多的民怨 哪一个上场一样有反对的声音 只要你生活在那个城市 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城市里的不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末世了 去到末世的时候 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差 就是当天国近了的时候 耶稣他选了一个政治这么混乱的地方 选了一个这么多人被迫害的地方 他选了他首要的任务是叫人悔改 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去跟那些被迫害的人同行 今天当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 当我们要决定去决定留 你愿不愿意把信仰摆重一点的地位 你愿不愿意去求问上帝 你愿不愿意 不会以为自己的决定比上帝的决定更加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能我们更容易去迈向精彩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昔日 在伊塞亚书里 已经告诉我们 在外邦人的地方 在一个很混乱的地方 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有光明 这个光明是你带给他们的 这个光明是由尼塞亚所造成的 将来会有政权 将来会有平安越来越多 是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热心去成全这件事 我们多谢你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徒生命里 其实你已经安排了我们想有美事去做 否则你不会让我们去相信 你不会让我们去接触信仰 因为只要每一个基督徒回想 他一定会想起 究竟那天哪个有心去带他去信耶稣 他一定会想起 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 你怎样用慈诚爱索去牵引他 今天你让我们做一次思考 原来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天求你让我们更加有胆量 去相信你 我们将我们的胆量 相信了不同的护照 但我们忘记了我们有天国的护照 我们今天将我们的胆量放在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政权 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没有胆量放在天国上 今天我们有胆量 相信了很多顾问 但是我们没有胆量 去相信你这位教练 求你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去走以下的路 更加能够在黑暗的地方 去活出光明 更加在无爱的地方 让我们有基督的爱 在臭气昏天的地方 我们能够散发到基督的香气 以至到 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你的艺术品 去荣耀你自己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 做三个月 尖主耶稣基督得胜的